須谷有道理喔 擋計刷起來 大家把它擋 但是那個計要改成那個什麼 要計的計 來幫我打 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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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計去死 來計去死 好不好 大家永遠要記得這兩個字啦 我真的講的啦 第一段我強調大家真的是自己忘記了 套句返校的話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還是沒有信心了 第二這些立法委員 我今天才在我自己的YT Youtube破了一段 影片 這個影片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拿來偷用一下 有 偷用啦 余天嘛 余天大哥 偷用也沒有跟我講一下 那你又不找臉 我又不找臉 岐甫 你這樣子的行為 我私下來了 我現在很認真在各個社團PO 到家大趕快來 來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正在表決 進行表決時候的畫面 這個是誰大家從背影看 賭神嗎 有沒有很像背影 桌上沒有巧克力看不出來 桌上沒有巧克力 這個不是賭神啊 這個是三重區立法委員 余天啊 這是余天啊 這個是 我來不及了 沒關係 過過去了 再來這個是余天啊 然後余天手上在玩著手遊 大家再往進去看一點 他在打麻將 我正講說是不是賭博的手遊 但是對不起 我看不出來是神來也還是三缺一 剛剛很多人說是明星三缺一 很多專業的網友講 網友剛剛來記打完了之後再幫我打一下 大家認為是明星三缺一的用一 因為明星三缺一一嘛 大家打一 那如果是神來也就二 好不好幫我確定一下 因為我一直困擾的這一點 但重點不在明星三缺一還是神來也 你看這一個賭神背影 這個賭神背影 他是一個月要領我們 這個游淑慧聽說有討論過 立法委員一個月多少 如果只算他跟他助理的錢 不算他其他津貼喔 津貼交通無限的喔 只算真正拿到的錢 一年840萬 那一個月呢 60萬左右 因為他拿20萬 他助理拿40萬 一個月要花五六七十萬 一個立法委員 因為你還要幫他養小助理 小秘書啊 小編啊 就是他跟他助理的錢啊 那你看 好我把他放著讓攝影大哥比較好 不然因為我手會刷 你是吃了什麼啊 你怎麼吃 不是 我不是像賭神一樣用牛奶去泡手 好不好我手沒有這麼軟 這樣子我不知道攝影大哥有辦法拍嗎 高一點 扣一點 平一點 扣一點 來來來平一點這樣 這樣喔 這樣喔 這樣好 這樣好 OK 這個背影喔 就花了我們一個月七十萬 這個背影一個月花七十萬 請大家看一個月花七十萬 他在幹嘛 打電動 打麻將 打麻將 請問一下 錢偉現在到底神藍野比較多還是 打麻將人數又上升了 三萬五千人 對啊 你們喜歡看打麻將 看明星三缺一還是神藍野可不可以置入我們 我們現在在免費廣告 我們現在在免費廣告 十幾個粉絲去繞廊 大家趕快去繞廊 然後一個鏡頭 轉回來之後 他又改打 不知道是泡泡龍還是Candy Crash 又換 真的耶 他好厲害喔 好清楚喔 然後我再把畫面回來給大家看 還戴耳機是不是啊 他還要拼那個胡亂 等一下大家如果仔細看這個畫面 他玩一玩滑一滑 他手還伸出去按了一個按鈕再回來 對 我再給大家看 邊打邊投票 等一下喔 畫面在這邊不用管我沒關係 你看你們仔細看 就是這個畫面花了你一個月七十萬 這個畫面一個月花你七十萬 他在打麻將 然後打了一個一桶 還打了三萬我不知道 然後打出去之後 他還是很專心 然後你看看 鄭運鵬還在努力的在討論 他到底要下一票要打什麼 他繼續在玩繼續在打有沒有 繼續在打 還在打 還在想 我到底要碰還是要胡 還是要過水 然後呢上面可能尤錫坤 旁邊就是劉建國啦 劉建國他手機在看著他嘛 他在看著他的法案 他應該要做決定什麼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尤錫坤在上面已經講了 好我們表決 等一下開始有沒有 手伸出去 有 按了一個按鈕 回來繼續打 繼續打 一個月七十萬啦 只為了這個動作啊 難怪他後來聽說投錯票了 他投錯票啊 因為眼睛沒看到啊 昨天記者還在問說 奇怪為什麼他會投錯票 投棄權 他難道跟死小孩一樣嗎 懂了 結果他是專心在打麻將啊 原來他專心在打麻將 所以他打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但是這個畫面一出來 七十萬 只為了他這個動作 這叫什麼 浪費我們明指明膏 一個月花七十萬 只為了按這個按鈕 而且主要讓人生氣的是那個態度 對 你今天按這個按鈕 不是平常的其他法案耶 是我子子孫孫要吃萊豬的法案 對 你按下去那個態度就是 你要死光什麼事 你去死啦 繼續 他這個按鈕代表的是 送你兒子小孩 子子孫孫去死耶 對他來講是如此的輕蔑 就一個按鈕而已 不是要怎麼辦 跟一個碰一樣的感覺 跟打一個碰一樣的感覺 跟打一個碰一樣啊 你覺得這樣子一個月花七十萬 你甘願嗎 不甘願 在民主又來了 斗內他說 真心幻覺情 新冠有夠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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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豬納未平 我現在知道的千惠代儀者 交給徐福好了 千惠的財 我覺得 死瘦受酷刑啦 死瘦受酷刑我也念不出來 來來來來我來 看來就是寫國語很難唸啦 難道我們要叫謝龍介來嗎 他只有台灣人可以唸而已啊 他就表示無奈啦 心心多厚情 心肝有夠人 來在哪不一定 請順受苦情 台灣人啊 站起來喔 今天很多的支持我們的民眾 其實都有點自嘲啊 一點反諷 所以對照剛剛有這個 跟那個淑慧講的就是說 大家好像是說 心裡心想說 我講了這麼多次 很多的投票我也去投了 就是網路的投票 我也表達了民意 可是政府好像沒有管我啊 而且我說 不分藍綠座的民調都是反萊豬的喔 對 可能經過一次一次 大家知道 大勢已去 反正這個就是 等元旦 萊豬就是進口了 我才看起來 民眾的留言 感覺透露這種氣氛也是這樣子 沒錯 民眾死心 官員開心 我們看看能否會主委陳吉仲 多開心的咧 走完開放萊克多拉班 進口程序 讓我的內心充滿感激與感動 所以今天我們一直聊到 許甫立刻就是說 感激感動什麼 是台灣豬要出港 還是他是經建會主委 還是什麼經濟之類的官員 你感激你害台灣人 害台灣豬產業 你感激什麼 淑慧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們本來都是領台幣 新台幣的台灣官員 結果把自己都變成萊豬戰將 他們真的都是萊豬戰將 陳時中跟陳吉仲 這兩個人都是萊豬戰將 坦白說啦 台灣各個部會都有各司其職 因為你領身水就是要做自己的事 環保署他就是要管環境的保護 他有時候還要去跟經濟部說 你不能給我開發 你這個開發會給我帶來污水跟空氣 因為他是站在環境保護 那衛福部是站在人民的健康 他只要管人的健康 你不要一天都跟我講豬有多好 你不是豬好不好 你是人 所以你只是管人的健康 萊豬的議題 OK 如果經濟部真的有壓力要開放 衛福的立場應該是說 那我量一定要定的超高 我標示一定要標示的超嚴 什麼人不能吃 我一定要把他 給大家都照顧到好好 就算是逼於經濟的無奈要開放 我陳時中也一定是保護台灣人的健康 他只有這一個工作而已 那陳其中的工作是什麼 台灣豬需要你啊 你只要管台灣豬就好了 因為你是台灣人啊 你幹嘛去管到美國豬 你又沒有雙重國籍 你又沒有美國護照 你幹嘛一天到晚去為了 甚至為了萊豬感到感動跟感謝 你今天是什麼 有拿萊豬業者給你的紅包嗎 還是為了位子 就是他位子這一關他保住了 你的位子也不是川普給你的 也不是AIT給你的啊 你的位子還不就是來自於台灣人的 你的選票 讓民進黨執政以後 才有你陳其中的位子嗎 不是這樣嗎 你去跟人家萊豬感謝跟感動的什麼鬼 你完全搞不清楚 你的工作是台灣的農業 台灣豬的這個整個發展 他現在說你放心啦 我有一百億要去 其實就是摸頭嘛 要去輔導台灣豬的品牌啊 建立台灣豬的這個生產流程 啪啦啪啦啪啦 坦白說啦 即便沒有萊豬你都該做 不是嗎 這跟萊豬有什麼關係 你的意思是說 就因為我要進口萊豬 你們這一些台灣豬的業者 才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得正 還不趕快拍手歡迎萊豬 沒有美國的萊豬要來 你們這些台灣豬的業者怎麼等得到 民進黨的官奈的眼神 不是是這樣嗎 台灣豬的產業或是畜牧業者 什麼時候卑微到卑賤到說 平常政府都不管我們 只因為美國老大哥 要把他萊豬賣來 我們就可以分到一點點 原本就應該要有的照顧跟輔助政策 這不是很荒謬嗎 這兩件事情是可以畫上等號的嗎 之前我就神經在節目上說 我看到一張照片 我非常生氣也非常難過 是蘇貞昌跟潘孟安跑到屏東去 要送一台貨車要銷往日本 說台灣優質的豬可以賣往日本了 坦白說我對於台灣的好的農產品 可以銷售到海外去 當然我們都是支持的 可是台灣人也要問 為什麼我們把好的豬 不含萊劑的豬消出去 然後最後我們要用萊豬 來填到我們的肚子 吃進我們的嘴巴呢 我們不會覺得說 難道我們今天 次等公民到這個地步嗎 台灣今天不是已經經濟起飛了嗎 台灣今天不是已經是 叫蔡英文說的是 亞洲四小籠之首了嗎 結果呢我們辛辛苦苦的養出好的農產品 好的豬肉 然後把它送出去OK 但是我們台灣人自己要吃什麼 我們吃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叫他去吃美國的萊豬呢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轉頭也去買美國好的豬肉 加拿大好的豬肉 歐洲好的豬肉呢 為什麼我們就要變成用萊豬 來填補這個市場的不足呢 所以這不是 我有時候覺得 這不是一種賣國的行為嗎 民進黨不就是在賣國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是會更強大